大家好 今天我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做一个会动的图案 我们是用这个Add-on叫做Creator Studio 按这个Create GIF 它就会出现 我通常是装它的设定 我是改成500然后改成1秒 然后就按开始 它很快的就会出现 那我通常都是先看一看出现的情况是怎样的 可以了就把它下载 我通常会设置一个Folder 专门是装这些动漫的 然后我可以放在我的Dry里面 那我通常是为了这个常见字 好像说这是第7课的常见字来做这个 这个也是再表演一次 那他就会问说你是要几秒钟的啊 它的这个多大多小 我是每一课的常见字我都是用这个Slide Slide把它先打好了 每一课有什么字我先把它打好了 那打好了以后 等它的Creator出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 我还是改成500 我还是改成500 然后1秒 够 这样的话它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 就可以看看 然后这个是叫做第7课的download 把它download下来 我都是每一课都把它做了一套 通常做好了以后 我是会把它放在我的Drive里面 那用File upload 这是第7课的常见字 这一个 这样就做好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上课用的工具常见字 就可以做 就用这样的方法把它做好 好 谢谢大家